武汉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进入第三年 全球超过5亿人遭到感染 而根据世卫今年5月间发布的报告指出 在2020到2021年之间 这场疫情也夺走了将近1500万条生命 远高于世界各国政府通报的542万人 世界上许多地区都还在和浮动的肺炎疫情搏斗 然而让科学家感到头痛的 不只是难以精准监控疫情 溯源调查也一再卡关 世卫的新病原起源科学咨询小组9号 发表了一篇最新的报告 指出调查所有可用的数据来看 COVID-19的病毒可能是来自蝙蝠 但这与世卫在去年发表的报告 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差异 而目前对疫情起源地的调查仍然无所进展 原因就是因为缺少了中国2019年通报病例数的相关数据 世卫消息表示 这种结果也打击了世卫追溯病毒源头的努力 中国通报的第一批新冠肺炎病例 是在2019年的12月 而世卫则是在疫情过去整整一年 才进入到中国进行第一波调查 调查病毒起源的科学家表示 病毒溯源是在疫情爆发之后这么久才开始 他强调时间拉得越长难度就越大 不过病毒到底有没有可能是从中国的实验室泄露出来的 世卫任命的科学家表示 仍然值得进一步研究 不过他们也表示 起源的调查受到政治化的影响 使得调查变得更加复杂与困难 世卫调查小组将在未来陆续发布相关的报告 9号发布的第一份报告 开送民意就表示 这份报告无意也不会提供溯源的明确结论 目的其实是要制定一个更好的方法 以便在未来其他疫情发生时 立于追查起源 记者吴宇晨整理报道